怎么那么恐怖 一个不小心车辆偏移 180度大旋转 踩刹车也挡不住 地面失滑 行车可能打滑失控 但不只是雨天 其实地面也大有学问 国道速线最高 使用材质最稳定 比较一般市区道路 包括第一层 第二层密集集配 国道特别加强开放集配 防止发生打滑 等级最高的就是高速公路 它本身的耐磨 就抗滑气势比较高 就高速行驶的时候 车子不容易打滑 甚至有一点雨 它会把雨水排掉 各种材质比一比 一般薄油摩擦系数越0.65 比较容易变形磨损 磨石子和实面材质 大多用在行人徒步区 而混凝地面不是纯水泥 加了类青 系数大约0.8 耐重还可以排水 层级最高 不少人风上雪 但可别轻枯地面有多滑 雪地摩擦系数大约0.25 得安装雪链行驶 否则爱车撞山壁 欲哭无泪 每一种路面有水要它 自然比较容易打滑 尤其水积的越多 更容易打滑 只要遇上大雨 无论哪种材质水 都会增加打滑几率 遇上打滑驾驶先反打 再震打 同时轻放煞车或轻踩油门 自救稳住车辆 最重要的遇上豪大雨 减速慢行 别拿行车安全当作儿戏 记得这个报道